17岁那年的雨季 回忆去童年的点点滴滴 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 在30年前 一首17岁的雨季横空出世 成为了当时最为热门的金曲 而演唱这首歌曲的林志颖 也成为了备受大家所喜爱的一位歌手 当年林志颖就是凭借这首歌曲成功迈入娱乐圈的大门 并为以后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所以从这时开始 林志颖便逐渐地在娱乐圈中被大家所熟知 而如今已经快50岁的林志颖 时光并没有在她的脸上留下太多的痕迹 从最初大家认识林志颖的时候 她的容貌似乎就没有变过 一直在被大家誉为了不老男神 就仿佛吃了什么仿佛剂一样 很多人在见到她的时候 也都会直呼其妮声长得让人羡慕 林志颖在前段时间晒出了一张大儿子 在给两个弟弟讲故事的照片 没想到Kimi现在都长成大哥哥了 大家还记得那个在爸爸去哪儿 又哭又闹又很讨喜的可爱鬼Kimi吗 我一直希望她可以自己比较独立地去完成一个任务 再讲没有用啊 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常常不在身边的关系 因为常常她一睡觉起来 我就已经出国不在了 可是她很怕说一回头一没看到我 我就不在了 跟爸爸一起好不好 小时候蒙翻众人 记得当时很多人都是Kimi的妈妈粉呢 不得不说小时候的Kimi真的太软蒙太可爱了 小编和很多人一样 在一开始看爸爸去哪儿时 也以为小Kimi是一个小女孩 直到林志颖介绍才知道 这么可爱原来还是小男孩呢 Kimi每次说话都超级懒呼呼 一双无辜的大眼睛 看得把人的心都给融化了 在节目播出后 Kimi的名气甚至都超过了林志颖 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当时还有很多网友表示 Kimi以后会比爸爸还帅 长大不知道吸引多少迷妹 直接出道一定大火 但是和其他小朋友不一样 其他小孩子们在之后还依然会接很多广告 总休等 Kimi在参加这个节目后 就显然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了 后来林志颖表示为了保护儿子 想让他有一个正常的读书坏境 才把他血藏起来 刚出生的时候 Kimi有没有觉得这个世界不属于他了 其实刚开始我们很担心 毕竟他从小就是一个人 自己弯弯去 万千处爱 自己什么都是自己的 那叫他分享 他有时候觉得我为什么要分享 这是我的 从小观念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很担心 所以在双猫他还没出生以前 就先送他 这是那个弟弟们送给你的一些礼物 虽然林志颖每次晒照片都没有录Kimi的正脸 但还是能隐约看出他的颜值 在图片可以看出 Kimi浑身的气质也和帅气的爸爸很相似 即便戴着口罩也无法遮挡 如今整容是长大帅成男神 虽说林志颖和陈若仪又生了一个双胞胎 但他们并没有疏忽大儿子Kimi的感受 即便父母很难做到一碗水端平 但只要能够考虑到一胎的感受 这也已经是不错的状态了 Kimi在六岁就当了哥哥 现在他已是一个小男子汉了 他也非常的有爱心 爱养猫 喜欢练习跆拳道 他自己表示这是为了学好功夫用来保护自己的弟弟和妈妈 而回到家睡觉前的最后一件事 那就是要哄弟弟的睡觉了 争宠对小小智来说已经不存在了 很多人都说林志颖现在特别特别幸福 事业家庭双丰收 有一个貌美如花的妻子 还有三个可爱帅气的儿子 希望他们一家五口能幸福生活下去吧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